中和區今年共選出51位模範母親 因為受疫情影響 將原本室內禮堂的頒獎方式 改為戶外頒獎合照 中和區長賴俊達表示 希望在疫情期間 一樣能夠讓每一位得獎的媽媽和家人 得到被重視的感覺 所以在一樓以得來素的方式 減少接觸但一樣留下紀念 今年51位的模範母親 每一位都有她溫馨感人的故事 對家庭的社會的貢獻跟付出 所以今天雖然說疫情 縮小規模 但是我想每一位的母親 或者整個公所 我們中和區 對表彰母愛 表揚母怡 就都是我們 這一次的活動的最主要的原因 而新美市府由農業局長李文 代表市長獻上祝福 其他在意的民意代表 包括立委林德福 新北市議員陳錦定 張維倩 邱楓瑶 金瑞隆等人也都到場合影 向所有的母親們獻上祝福 賴區長跟整個中國區工作的服務團隊 非常用心 改在戶外 我非常非常的認同 因為身為一個模範母親 她能夠接受表揚 講實在話 可以說是非常的不容易 德福也呼籲我們所有為人兒女的 一定要盡孝道 楓瑶這邊也要祝福我們所有的母親們 各位最辛勞的媽媽們 大家母親家節快樂 平安健康 非常的開心可以祝福這些模範母親 那祝福全天下的母親 大家都身體健康 美麗永住 祝全天下的母親 母親節快樂 謝謝大家 感謝 區公所門口佈置了溫馨的戶外合影區 每一位得獎的模範母親 依時段分流上台 為表達公所對母親角色的肯定及感謝 今年也特別為每一位模範母親 打造客製化專屬的模範母親證書 而這別出心裁的頒獎方式 讓媽媽們感到很有趣 而同行的家人親友們 也一同分享這一份愛與榮耀 非常高興啊 然後就是也很感謝我們中和區公所 辦理這個模範母親 讓我有這個機會 就是來這邊表揚 然後就是真的中和區公所真的很有心 因為在疫情的關係 所以說就在戶外辦理 那也辦理的就是很圓滿成功 媽媽一向以來都是熱心 所以我覺得媽媽得到這個獎 真的是實至名歸 每一位媽媽背後都是愛的故事 也是孩子心目中最棒的媽咪 那區長也提醒做子女的 在這個偉大溫馨的日子 別忘了獻上一個愛的擁抱 記者趙世淵綜合採訪報導